現在我來到Ireland的Dublin 看著這條街就是整個Ireland最貴的街 Crafton Street 全世界這裡的Rental Value排第22名 如果你知道的話 香港曾經排第一 這裡的租金大概是香港的九份之一 但香港最近由第一跌到第二 全世界最貴的街就是New York Fifth Avenue 排第二就是香港Russell Street 第三就是巴黎的Chemchelecher 第四就是New Bond Street在London 第五就是Pitt Street Mall在Sydney 話就說這裡是Dublin最貴的街 其實有多貴呢? 香港在Russell Street 平均每一尺每一年的租金 是美金多少? 2735元每一尺每一年 最貴全世界的街道是New York Fifth Avenue 每一尺每一年 是租近3500元美金 排第三、第四、第五 數下來呢 Grafton Street這裡就排第二十二 這裡租金大概是九份一 即是每一尺每一年 是美金297元 不要想到這麼複雜 當開一間500呎的cafe 在香港的話 最貴的那條街 就要88萬港幣租金一個月 如果來到這個Dublin 這個Grafton Street 租金每個月 大概九萬六千六百元 搞定了 全世界主要城市漂亮的街道 真的很多 而這些街道呢 通常都是越來越多遊客 而可以增加的地鋪是有限 而很多業主買完之後 都是不放的 所以我們公司成立基金 除了香港以外 都希望全球性去幫人客投資 希望有一天的時候 不久的將來 在Dublin的Crafton Street 都能夠開設一間的店